接下來繼續 一個是銅 講過了金屬都是銀白色銀灰色 只有兩個不是一個是銅 一個是金 紅色紫紅色紅棕色 然後導電性第二位 那應該比導電性第一位的 導電性差一點點而已 但是便宜很多 所以我們用銅來做我們的電線 做我們的導線 做一些跟電有關係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他導電性第二位 然後呢 青銅銅錫合金 這是歷史課本上念過的 銅錫合金 黃銅銅錫合金 背一下 有一些參考書要寫什麼白銅 什麼之類就不要理他了 那基本上沒有教 你想背我也沒意見 基本上沒有就把青銅跟黃銅記住就可以了 青銅跟黃銅記住 誰跟誰的合金 青銅黃銅 記下來 再來就是銀 剛才的是銅是導電導熱性第二位 銀是導電導熱性第一位 可是銀 這兩個導電性只差一點點 可是價錢差很多 所以我們用銅來做 但是如果你有先特別需要 你會用銀來做 甚至會用金來做 因為金是第三位 然後銀白色啊 價格昂貴啊 做高級餐具啊 什麼之類的 銀式屏幕 可是 可是他可能會變黑 因為他碰到空氣無然帶就變黑 所以你要實時情形式啊 末時的塵埃 然後你的銀進去就會變得黑了 變黑了 變黑了 很醜 修化銀做底面感到材料 修化銀白色的會見光 修化銀白色的會見光 化光就會變黑 所以可以做感光材料 修化銀記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金 岩 岩展性第一位 岩展性 岩就是拉長 展就是打點 就是打點 它其實可以很容易打點 拉長 所以很多筋薄片 筋薄片 把它很薄很薄 然後鋪上去 OK 平安精第一位 要背 然後呢 筋很軟 所以要可以做成合肌 不然合肌太軟 可能就變形 那你有沒有叫做24K的 24K就是蠢肌 18K就是24分裡面佔了18分的肌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999 999 另外一種解法 精神含量 導臉 導臉第三位 不用背 有多膠的 你知道就好 那活性很小 所以在一些特殊的需求 會拿筋來做導線 因為它抗腐蝕性比較好 抗腐蝕性比較好 它不會被氧化 這樣會氧化 所以它會有一些東西來做 然後 然後活就是白筋 比較硬 然後呢 活性小 永點高 不易氧化 所以做一些電極啊 什麼之類的 看一下 這個比較不重要 大概就是狗 來 長溫長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俗稱叫做水銀 然後燉燒 長溫長壓下 唯一的液態分析元素 叫鏽 所以這是兩個 兩個長溫長壓之下 唯一的液態元素 一個是狗 一個是鏽 一個是背 另外呢 另外呢 舊克文有提到這玩意兒 涉根加 這兩個也很容易融化 融點也很低 可是我們講過 長溫長壓是指25度C大氣壓 所以25度C沒有融化 可是你握在手上就會化掉 因為你的體溫有三十幾度 所以握在手上就會化掉 涉根加 舊克文有提到它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呢 可以用來做溫度計跟氣壓計 油性跟氣壓計 氣壓計 氣壓計的意思 因為它的比重比較大 可以不用生 用水做要1.5.6 要10公尺 要15公尺 那這個做只要76公尺就可以 然後水銀 電池裡有氧化孔 日光電池有孔蒸氣 孔蒸氣很主要注意 所以要你不要亂丟民的污染環境 然後水銀電池要回收 現在就有回收電池 但是現在電池上 不含孔 但是還是要回收 然後呢叫孔齊 金孔齊就是 金跟孔合在一起叫金孔齊 銀孔齊就是銀孔在一起叫銀孔齊 因為孔可能會把金屬 跟金屬拔在一塊 拔在一塊 然後呢銀孔齊以前用來填牙齒 但是因為孔有污染問題 所以現在改變一些東西 改變一些東西 OK 然後呢 這要是你說 孔如果撒在出 他要用真空板去把它吸掉 然後或者撒上心粉跟硫粉 再把它清理掉 你們現在的實驗室 已經不讓你們碰孔 現在的實驗室 已經不讓你們碰水銀了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知道一下可以 OK 再來就是烏 融點最高的金屬 所以可以做燈絲 融點最高的金屬 那根據剛才所學的 融點最低的金屬是誰 最高的叫屋 最低是誰 佳萱 這根據剛才學的最低是誰 龔 請坐 這是那個常溫 常溫壓下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然後碳化物很硬 可以做切割工具 研磨工具 知道就好了 我們當不講話 最後是鈦 純鈦密度小耐高溫 延展性強 抗腐蝕和保護膜水 用途很廣 現在用來寫一大推 你現在在哪裡碰到鈦 眼鏡 眼鏡 為什麼 輕 堅固 耐腐蝕 我以前的 我以前的眼鏡 常會被我的汗水腐蝕掉 然後呢 現在用鈦就不會 用鈦就不會 所以 你這樣生活中 就是眼鏡 純鈦做的眼鏡 那其他有很多用途 像美國當初有做過用鈦 當八年的時候 用鈦做一些 飛機啊什麼之類的 知道 看看就好 二氧化碳 純鈦白粉 是一個白色的原料 做這些用途 然後呢 薩石期間開始流行的光觸美 在薩石期間開始流行的光觸美 幫我們 殺菌消毒的 那個就是 二氧化碳 就是二氧化碳 就是碳的部分 看一下 了解一下 該被的被該記的記 剛剛講過了 什麼唯一的什麼 罪什麼的怎麼樣 第一位是什麼呢 就把它背起來 就對了 這是一些簡單 你需要背的事情 OK